Hello 亲爱的朋友 大家好 我刚刚回到我的画画的工作室 那我刚找到这个工作室 刚搬进来 所以呢 也跟大家分享 搬到一个新的房子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房子的磁场变好 因为我们在外面租房子 我这个房子是租的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我怎么可以租到这么好的房子 那先告诉大家就是 我搬进来的第一件事情一定会做烟供 所以呢 我用了一个很简便的烟供的方法 现在就大家跟着我的镜头来看看 我这个新房子的这个烟供来看到我的背后 因为呢 我这里没有供奉神明 也没有任何的 还没有做法 还没有法式 什么都没有 就刚搬进来 然后我就用一个烟供炉来看一下 我就用一个烟供炉 然后呢 后面就挂一个简单的天马旗 而且这个天马旗 还是我之前 有一次法会跟大家结缘 然后我自己剩下来几条 自己就留着用 果然非常非常的好用 然后就这么简单 那因为烟供呢 它很烫哦 所以我现在就不打开给大家看了 大家看得到烟吗 因为它蛮烫的 然后你看底下有一块石板 这是以前我给人家要来的 免费的 然后我底下是一个 我不要的一个压克力的架子 我就把它这样简单的架一张桌子 就非常简单 所以呢 其实很多人说 烟供是不是要有很多的程序 其实不用 你只要准备一个比较乳法的炉 这是比较重要的 那万一你没有炉怎么办呢 其实没有关系 你如果没有炉 你用一些老旧的盘子或者是碗 不要的 只要能耐热的都可以 你看我就这样子在阳台 而且呢 我就把这个阳台打扫干净 然后就放一张我不要的那种压克力 其实这是一个压克力反过来的 但是我就把它弄成一个桌子的样子 然后就铺上 一定要垫一块这个 因为如果不垫这个的话呢 压克力会烧坏 如果是木头桌也会烧坏 如果你跟我用这样的烟供颅 因为这烟供颅是没有绞的 所以呢 如果你要用这样子的烟供颅的话呢 一定要有一块这样的板子 那要不然呢 你就直接放地上 但放地上我觉得不恭敬 所以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放两个砖头 像我家呢 就是放两个砖头 那我这里呢 是一个公园 有没有看到 我觉得我好幸运哦 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 是什么信念让我找到这一个画室 好 那我现在带大家进来参观我的画室 但是我还没有完全 怎么说 我还没有完全弄好 因为才刚搬进来 刚搬进来 所以大家看到的是新鲜的 今天中午的时候呢 我去某某购物台 帮我的好朋友的那个内衣站台 谢谢大家 就是卖得非常的好 然后大家非常的支持我 我也很开心 但是老实说 我都是为大家磨福利 所以呢 不好的东西我不推荐 我现在穿 虽然我现在穿的是T恤 但是我现在穿的内衣呢 就是我去上节目的那一套 我没有换掉 因为它很舒服 就算我要做家事 我要来这里抹地 要来这里扫地 我一样还是会穿那样的内衣 那就给大家简单看一下我的画室 那这幅画已经很久 好几个月 快一年了 我都还没有完成 因为我之前碰到一个空前绝后的考验 什么考验呢 就是我就说 人一定要有好的信念 因为呢 我的画室非常非常的小 那随着这几年我学画 还有我做那个写藏文书法 是不是越来越多的作品 根本就是已经没有走路的空间了 那于是呢 我今年就临机一动想说 那我何不在我家的附近租一个房子 因为租的话压力比较不大 而且租的很多好处 万一比方说这里的房客跟我们不合啊 或者在这个房子的家宅没有住得很好等等 我们要搬走是很方便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人也不要太执着 非买房子不可 有好的因缘 有好的念力 自然就能够买到好的房子 那我先说我怎么可以租到这么好的房子 然后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这是一个风水很好的房子 好 我希望我这样讲的时候 如果房东听到不要涨我房租 你可以租到我也是你的福气 因为我会做烟供 会让这里的家宅平安 会让这里的地基组非常的开心 好我简单长话短说好了 话说我几个月前呢 刚好我家的这个画室 有一点点小小的漏水 那你们知道嘛 漏水就是漏财对不对 对于我一个学习开运的命理老师 我怎么可以容忍 我家里漏水呢 当然要赶快修啊 但是谈何容易 那个工人进来 那个师傅进来 根本连站的空间都没有 然后这也是迫使我一定要找一个画室 因为我的画作太多了 你们看过我展览就知道 好那这就是我的起心动念 我希望为了可以做出更好的作品 更有能量的作品 那我就决定要租一个画室 就在我家的附近 好那当时我就看了很多房子 有很多房子 我也都很满意 可是呢 我最后倒数的第二个房子呢 其实就在这个房子的附近 那我决定要租了 然后价钱也都谈好了之后呢 它又有一点反悔啊 或者怎么样 那我想说 那就不要勉强 没有关系 后来呢 当然我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就会告诉我自己说 没有关系 一切的结果都是最好的结果 于是呢 我就跟那个仲介公司的人说 没关系 你再帮我找过 我愿意再等一下 结果呢 后来他又帮我找到一个一楼的 也在我家的附近 虽然是巷子里 可是一楼很方便 因为我的话出入啊 都是非常好的 我也很开心 很期待 而且房租也都谈好了 就准备要签约了 就在上个礼拜六 那个仲介跟我说 原来的房客呢 还要再续租两个月 我一听真的是晴天霹雳 因为我呢 已经约好了来修漏水的师傅啊 设计师都约好了 然后我这个话是 如果不搬出去的话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进场来维修 所以 对不起 我这里还没有光线 所以你们看到我 现在光线花花的 好 那我把它讲完好了 我怕我又分析又忘记 然后呢 我上礼拜六 接到仲介给我的电话 就说那个屋主呢 暂时不能够租给我了 因为他原来的房客呢 还需要续租两个月 我当时听到 我真的是晴天霹雳 我的心情突然就棒得很低 但是请相信我 只有五秒钟的时间 我立刻有一个信念告诉我 一定有更好的在等我 一定有更好的在等我 于是呢 我就立刻上网 查某某公园附近的出租租任 结果我就看到这一间 我还看到另外一间 但是另外一间 因为他离我家比较远 还要过一个很大的 八线道的大马路 所以我就不考虑了 因为我觉得安全很重要 我走着从我家走着 走着经过公园 就到了这个化室 是不是很好呢 所以呢 当天是礼拜六的 下午两点钟 那我就跟那个仲介 跟他约 他说 哦我在很远的地方耶 我说没有关系 我可以等你 你可以几点到 我都可以配合你 他就说 他三点半可以到这个屋子来 那我就说 好三点半我们在那里见 然后呢 我就赶快去做燕贡 我就说 我等一下要去看一个房子 希望呢 这个房东很乐意 很顺利的租给我 也希望这里的地基主 这里的众神灵 还有这里的财神 护法神 都很喜欢我 欢迎我到这里来 然后我住进来之后呢 只要我有来 一定会做燕贡 因为这里毕竟是化室嘛 有时候我录影节目很多 我不一定每天会来这里 可是呢 我就愿意 每次只要我来 就做燕贡 好 然后三点半之前 我三点二十 就已经在这个公园这里 等那个仲介的小姐来 然后呢 那个小姐跟我一样姓陈 也是一个非常nice的人 然后呢 他就一眼就说 是不是你要租房子 我说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来看房子 不到十分钟 我就跟他说 你这个房子 我要租了 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你不先问条件吗 我说应该 你看起来是很善良的人 我觉得你们开的条件 应该也不会太离谱 那其实他不知道 我已经找房子 找很久 而且我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 我实在是觉得 哦 不行再等了 因为你知道吗 我这几个月 当然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没有请老师来教我画 我自己呢 也没有空间画画 那所以这几个月呢 我都在学黄霉调啊 学京剧啊 然后进录音室录音 就是做一些一个人 也可以完成的事情 就尽量不要群聚嘛 容易感染 好 那所以我已经好几个月 没画画的 我的老师也觉得 我好几个月没找他 到底是什么问题 其实就是因为 我家的画室漏水了 就这么简单 而且也真的容纳不下了 好 这就是我找房子的缘起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信念 当现在这件事情不顺利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有更好的再找我 当这个老板你不满意的时候 我们保留广结善缘 保留好的印象 因为地球是圆的 你怎么会知道 有一天你不会再回到原来的公司 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与人为善 然后呢 要保持一个好的信念 一定有更好的在等我 所以假设你现在面临婚姻 要离婚又或者你面临很多的选择 然后你觉得你很卡 很不顺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开心才能开运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好的信念 一定有更好的在等我 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信念而存在 因为这个房东很低调 他不把他那个出租条给贴出来 因为他面公园的房子 老实说如果他出租条一贴出来 应该也轮不到我 可是我就这么幸运 在他的房客刚搬走 没有几天他刚把房子整理好 我就第一个看到 我第一个来看 然后我礼拜六看到这个房子 礼拜天签约 因为本来我跟房东说 可不可以礼拜一签约这样子 我要请我的法务啊 看一下这个租约的条件 是不是合理啊 我们不要欺负人 不要占人家便宜 但我们要保障自己 对不对 那我就想 可不可以的法务看一下 结果那个房东说 他礼拜一都没有空 然后不然再隔几天 可是我这个礼拜是满档 大家看到了 我今天也去上电视了 我明天又有摄影棚要录影要直播 后天呢 我摸摸台还有一档 年度大回馈的档 要给大家分享 然后礼拜六我要 谈一个日本的合作案 所以呢 这整个礼拜我都没有空 下礼拜又开始 如火如荼的展开工作了 所以我就跟房东说 那不然礼拜天我们签约好了 你看我礼拜六看房子 下了两万块定金 礼拜天签约 礼拜一搬家 因为房东没有给我什么 六天装房期 半个月装房期 完全没有 就是礼拜天签约 礼拜一就搬进来了 那我也很感谢那个房东 他也很阿沙里 有了他房租有便宜 我两千块 我很感恩 我也很感谢仲介帮我找到 这么好的房子 OK 这就是要保持好的信念 那你现在看到后面 当然是假的紫藤花呢 是因为我看到他这个餐厅的上面 有做格杂 那我就给他挂了一些花 因为我觉得画画也要有好心情 那现在呢 我就让大家来看看这个屋子 好不好 首先呢 我们进门的地方 我们从进门 好假设我现在在大门口 我现在在大门口 这样大家看不到 大门口 然后进来呢 他就是一个餐厅 就是一个餐厅 然后这个桌子呢 是跟了我十几年的野餐桌 这个桌子已经跟了我十几年的 对 大家需要正能量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把我的这个正能量 分享给别人 你自己也可以留着 每次你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很大的鼓励 天啊 我找房子找了好几个月都不顺 可是我都不放弃不气 我每天都言共告诉那个龙天护法说 立马帮帮忙给我找到更好的 原来龙天护法为什么给我拖这么久 因为这个房子的房客呢 五月底才搬走 所以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你急也没有用 急也没有用 你就是要有耐心 OK 你等待你耐心 你保持正能量 你要开心 开心就可以开运 好 那我看我把镜头转过来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先简单讲一下这个房子的格局